大家好 看齐鲁说史 畅聊历史奇闻去世 中原的统一是华夏民族崛起的基石 在这一基石上 有位不得不提的人 那就是秦始皇 在秦之前 华夏六国纷争不断 无非是当时各国的掌权者因利益驱使 秦始皇究竟为何非要灭六国 一统中原 记载中也众说分坛 在荆轲刺秦失败后 秦始皇面对将死的荆轲伤感地说 你为何要杀我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荆轲玩耳一笑说 你是贵子手 你杀其他国家的兵士 抢其他国家的土地 你要奴役别国的人民 秦始皇听后一阵苦笑 双目含泪悲伤地说 这就是世人对我的看法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最为被人熟知的有三件事 那就是寻找长生不老药 修建万里长城 焚书坑乳 这三件事被世人骂了两千多年 也就在近些年 真正的历史解读出来 世人才开始改变对他的看法 长城的修建已经不必多说 他两千多年来为华夏抵挡了无数次的外敌入侵 其功能和作用早已被历代皇朝当权者深知 并不断加以修缮和巩固 寻长生不老药 自是为了能享受万世尊崇 但焚书坑乳则杀的不是一般的学士 秦王嬴政在寻长生之路时 社会上出现许多术士 都说能为秦王制出不老单 并希望以此获得高官厚禄 但秦王不是傻子 直到上当受骗后 便将这些人格杀勿论 并把他们研究的书籍一并焚烧 当然 烧掉的还有很多六国时代留下的书籍 这么做 也希望整个华夏的文字和语言得到统一 但秦始皇做到了吗 确切地说 没有 因为所谓统一 不仅要收了地和人 更要收了心和信念 一国的文化与信念 在一代代人心里根深蒂固 怎可以说拿掉就拿掉 普通百姓还好说 他们的诉求 无非就是 有饭吃能活命 历来老百姓起义 无非是因为没饭吃 或欺压得活不下去 但那些王公贵族不同 秦始皇统一六国前 各国的王公贵族 无不掌握着生杀大权 富贵荣华急于一身 登高一呼 万民响应 但若被一捅 他们只与普通人无异 等于从天上掉到了泥里 这种心理落差 怎能接受 所以秦王打败六国后 并不太平 六国残存的力量极为顽强 比如赵王歇 魏王豹 还有齐国的田恒等等 这些人说起来只是几个人民 但号召力不可小觑 他们在各国时便是一呼白应的王 尤其田恒发起的五百壮士的悲歌 在覆灭的六国人眼中 田恒田荣的五百壮士是一举 是悲壮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来讲 他们阻碍了中华民族的统一 所以是非对错 有时候真的很难评判 可惜秦国国运非常短暂 还未等秦王嬴政收服人心 便撒手人寰 秦二世开始也一蹶不振 由此那些六国复辟的力量又开始骚动 之前忍气吞声的王公贵族到处行动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霸王项羽 项羽是真英雄 他与刘邦相比 那刘邦也只能是真小人了 项羽不仅身材魁梧 无意高强 而且心地仁慈 从不欺凌弱小 然而这也正是他的弱点 在伐秦大业中 他有绝对的实力和机会登上王位 一统中原 但终因他的性格失败 他总是抹不开面子 怕别人说三道四 说过的话又不好反悔等等 最后还为这些丢了性命 项羽是江东贵族 的确受尽江东父老爱戴 只因他是真英雄 英雄的下场总是凄惨的 他被韩信设下的十面埋伏 围困在乌江边 此时他完全可以跨江逃回江东 以备东山再起 但一句 无言面对江东父老 了却了英雄的一生 秦始皇为了杜绝六国死灰复燃 统一中原后 便在全国实行了郡县管理制 跟现在的大中国管理办法差不多 但在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 又恢复了分封制 此时国内依旧不太平 虽然六国残留的系统已经被打乱 但他们并不死心 他们放弃了之前的旧王族力量 转而盯上了那些新生的封王 大将军韩信是刘邦麾下第一将军 他计谋过人战功无数 在围攻项羽的最后关头 韩信提出让刘邦封他为齐王 这背后便少不了六国残留势力的蛊惑 刘邦无奈答应了韩信 同时对他的戒心也更重 项羽自吻后 刘邦开始清除异性王 韩信自然首当其冲 多数封王或杀或免 各地诸侯也换成了刘氏子孙 但六国残留势力依旧没有退缩 他们又把主意打在了刘氏子孙身上 这些人孜孜不振的精神 着实令人敬佩 不过他们也的确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汉景帝时 六国残留势力造就了七国之断 几乎再现了秦朝末年的分裂景象 而讽刺的是 这其中的参与者就有刘氏子孙 不得不说 六国的残留力量如同顽疾一样 若不能彻底根除 就不能杜绝地方势力的不断分裂 这的确让刘氏王朝头痛不已 终于到汉武帝时 人们打破了割地分封的思想 此时华夏民族意识上的大统一 开始渐渐形成 汉武帝搬出了推恩令 这一套政策在表面上分割了诸侯的权力 并把各个诸侯国逐渐边缘化 让他们变得零碎起来 而且慢慢拿掉了他们的权力 只保留分封诸侯的经济权 相当于架空了各方诸侯 如此一来 在长时间的过渡期后 各地百姓便失去了原来效忠诸侯的想法 渐渐生出了效忠朝廷的心态 在历史车伦的碾压下 六国残留的势力饮水无缘 再加上一代代新人换旧人 也就无人再去思念那些种中枯骨 也就自然无人继续复辟的思想 所以说 在统一中原大业中 秦始皇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并不是以措而就 华夏的统一 靠世代人的努力和新生代国民的认知 另外 华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从早期的华夏族到今天的汉民族 一代代逐渐发展壮大 历史上所有加入汉民族的部族 都为汉民族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实际上 不论是汉民族或其他国家民族 最终的形成都是经过一个融合 或被融合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离不开征服或被征服 在历史中的战乱年代 无论是敌人入侵时的鲁掠 还是掌权家族无奈的和亲 都使得汉民族成为一个多元民族 然而 民族的统一并不是说 它一定是个血缘相同的共同体 而应该是一个文化相通的共同体 好了 本期的其路说史 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哦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